你爽了 嗯 胃坏了你是吧 这不很正常 你想要我就给你 那我明天去广西 我不在广西 我现在在南投 南投我不敢去 我一个人去南投 我得两个人回来 我们来看看小阿姨 打合吃的对局了 小阿姨很懂得占便宜啊 无论是口头上的便宜 或者是打阿法上的一些便宜 规则上的便宜都要占一下 别人打他 仔细用三位 和老二不断是三位 还得让一个人 这不好搞啊 老二呢 一边打被美色给诱惑了 哎呦 进了一波公文包 可以的 老二被美色给诱惑了 一边打一边跟他开车 开着开着就 太输了 谁换来一个 压得还不错的 还把这个老二的八神给打晕了 老二可是传说中的八神完了 鼓鼓挣扎一个小生龙化掉了 压不住 好再生龙 嗯 又来生龙 好招啊 厚厚厚厚厚厚 achievement 先躲开 再生龙 � Fitz 前面就是电视环节了 打死你 打死你 你打死你 把你打醒了 叫你敢开我车 接着看啊,对吧,进的谁啊 进的是最后一个啊 好,生龙相杀一波 对吧,是进的大门 暂逼牵制好,生龙 老二的典型打法 很吃反应啊,这个打法 在等生龙,发现他不过来啊,突然被跑抓了 AB省则好,生龙化掉 百合则够了,可以,下逼 下一招白弓八字你 设置头上一把刀 下一次打的话,看你还敢烧化良天 好,生龙 嗯,不容易啊,还能打死一个 上把刀直接被穿了 好,这期等下,这期看啊 跳跌乖,好,下逼那能AP吗,小伙子啊 这期下逼旋风 摸死你,摸死你 别耍了,别耍了,你看这不就是被美术给诱惑了吗 小阿姨都晒点了,他还在那里玩 对了,我二说,输给小阿姨不算输啊 那能不能叫败呢,或者叫做负啊,有负于小阿姨啊 应该是有负于小阿姨啊,不是输给他的 小阿姨,哎,在下西啊,兄弟啊 走了啊,小阿姨也是挺贵的哈 该跑的时候他懂得跑啊,懂得跑路啊 小阿姨在耍套路了,漂亮啊 我来直接直跳,V字斩 V字斩吓死啊,做鬼也风流啊 又是一个编尸的环节,太可怜了 这个是真正的呆门啊,已经发呆了啊 以前就炸鸡门,水门,现在就呆门啊 打死你,打死你 V斩你,NP 好,关注消息又不会走掉